那個就是就是看不太看不太瞭解 那不過沒關係等一下我們在舉例的時候呢 我就會把那個證明呢再走一遍用一個例子 那你看那個例子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怎麼證 保證 因為我就是看那個例子想出來 看一個例子找到證明是怎麼證 好 所以那不過在那之前 在看在看例子之前先看這個 先看這個定義 這定義是什麼呢 是說我如果今天給一個先進變換 然後我知道有卓登鳳 剛剛定義證明已經有卓登鳳 那如果題目要求我去寫下那個卓登鳳 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我必須要決定什麼事情 我必須要決定 eigenvalue 納達 納達很簡單就是算特色多項式 就知道 eigenvalue 還要知道什麼呢 還要知道每一個卓登鳳的那個 他的卓登 block的有幾塊這樣子 就是說一乘一的有幾塊 二乘二的有幾塊 R乘R的有幾塊 一直可以吞 那接下來這個定義就是說 這些幾塊 這些A1 A2 A3 這個數字 要怎麼去算出來 可以用這個公式來算 公式看起來很奇怪 但是呢 證明很簡單 保證 我可以保證每個人都會懂 這個證明 不懂我就講到 講到每個人都懂為之 保證可以懂 因為真的很簡單 誒 請問問二是真的嗎 喔 真的有個二 那看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我也覺得 一開始會覺得很奇怪 但是 因為我也 因為這個我在書上也找不到這公式 這自己的 但是 但是 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蛤 沒有沒有沒有 這太簡單了 真的很簡單 只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以前 以前我大一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 老師都不知道在教什麼 沒有 沒有 你不能過教老師 因為我自己也沒去上課 所以應該是 我的問題比較大 可是老師有教 我不會這樣 大概對修法 就是 打電動 我小學 四連級 是熱天堂 剛出來的時候 紅白級 一出來 就把我去買 那時候剛出來 所以 我大學的時候是 PS 剛出來的時候 現在已經做四了 所以我那時候還有電動 好 好 好 不管 那都跟他跟客人哥都無關 好 呃 證明這個病理事之前 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你看完了你就知道怎麼證 保證 好 所以先看例子 好 好 我現在我想要讀出這些數字 我要從原來的矩陣讀出這個數字 那我只能用 我現在給一個 給一個 給一個線線 像樣 給一個線性變換 我可以去算它的 Curnal可以算它的 Image什麼什麼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怎麼去找那個P值 它 使得它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從 Curnal啊 Image啊 這些不變量 去讀到那些數字 所以呢 我就先 我就看這個例子 這個就代表說這個矩陣A呢 是長這樣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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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你先看一個 我先舉A是這個 然後關鍵是我舉一個標準文 標準的Jordan Block 就是像這樣 0100 然後001 就是我讓J是這個 關鍵是這個 對不起我在寫這個例子之前 我應該先看關鍵的這個 J是代表JN0 這是1 關鍵是什麼 關鍵你看 你看你現在看這個J 關鍵寫在火動黑板上 你看J的Rate是什麼 然後Kernel的J Nunity的J J的Rate是1 這沒問題 J的Rate只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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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nity的Rate是1 Nunity是1 Nunity是1 這沒問題 Rate的J平方 Nunity的J平方 你看喔 這個習題的第一題 你每平方一次 那個線往上移 越來越往上移 到最後就消失五間 對不對 J平方 往上移 然後 它的那個 Nunity呢 出現兩圍 你往上移這邊 N-減二 對不對 這個問題 有問題的 這個馬上跟我講 一定弄到懂為止 弄到好 好 這個 這個沒有問題 大家往下走 如果這個有問題的話 你的期末卡也會有問題 所以現在就要懂 先講好 所以你現在就要懂 這個東西現在就要有 就要 就要 就要懂 不然期末卡也會有問題 好 J平方 J平方 你的CD如果現在已經做了第一題的話 你就知道 J平方會往上移一格 所以呢 這個0呢 會出現兩項 對不對 兩項的話 就是kernel 就是兩圍的 好 這三方再往上移 那kernel就會出現三個 所以就是3 以此類推 到 C的N-1 剩下 就會N-1格 然後呢 N的話就是 就是沒有了 好 那Rate的信息相加一定是N 所以這個是N-3 這樣子 好 左邊這個 右邊這個表有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為什麼N字方是N 為什麼N字方是N 蛤 N字方是N 喔 N字方是N 所以Rate 所以是全部 Kernel是全部 N字方是N Rate的J 好 那個定理5的證明呢 就是用這裡 好 舉例 譬如說A是這個好了 好 所以他的A1 A1是1嘛 A2是2 A3是3 好 那你看 你把他 就是說我浪達是0 你把香港達想的是0 那你看 那你看 我第一個我先把他 我把A做幾次方 A做 我要得到A3對不對 我怎麼得到呢 我只要我算A平方 A平方的Rank 是不是等於A3 是不是等於A3 對不對 因為 他是J1 J2 J3喔 如果你把他平方的話 這邊全都是0 會只活下這個 然後每一個呢 都是貢獻一尾 因為這個的原因 那所以有幾塊 就是3 Rank A平方就是3 你看 我的A其實是什麼 我的A其實是 J1 J2 J2 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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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把他平方 平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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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0 0 這個呢 這個Rank只會活一個 這個Rank只會有一個 這個Rank只會有一個 所以剛好就3個 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 一開始 你一開始是這樣子喔 我一開始我就先把T算幾次方 T減量打以後 我去算 AR減1次方 這樣的話呢 他的 他的這邊全都是0 然後呢 這邊呢 每一塊的Rank就是1 所以我有幾塊 就是看他的Rank 是多少 這個Rank是3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兩個都是0 所以 然後每個貢獻1 所以就是3 好 我就直接寫 先寫他 然後 A平方是誰的 蛤 A平方是誰的 沒有啊 A平方是 這個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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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是會有一個 這個往上移一個會有一樣 平方是個別的平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會貢獻1尾 這貢獻1尾 貢獻1尾 他的Image Rank 這個沒有Rank的嘛 這都是0嘛 所以Rank會是3 然後 RankA的話是 RankA的話就是說 這個沒有Rank 貢獻1尾 這貢獻2尾 所以就是 1乘2 1乘A2 加2乘A3 然後 這個是 這個3 其實就是1乘A3 然後 RankA0 就是RankA1 RankA0 就是全部 全部就是1乘A1 加2乘A2 加3乘A3 這樣也不到了 你看這個例子這樣子對不對 就是 A1的話就是說 1乘1的 有幾個嗎 A2就是2乘2 就是幾個 A3就是3乘3的 有幾個 所以第一個 全部的話就是 最低加起來都沒有問題 全部的Rank就是 就是1 就是1 A0就是1 就是單位舉證 單位舉證就是N 那就是這個 然後呢 RankA1就是說 每一個人的 貢獻幾個Rank 每一個 每一個 JordanBlock 他貢獻的Rank 那第一個 1乘1沒有貢獻任何Rank 第二個 2乘2的JordanBlock 貢獻一個 3乘3的JordanBlock 貢獻兩個 就是根據這公司 就是這個 呃 就是這個 這個Rank 然後呢 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平方 平方以後 這個就沒有了 就只 就是只剩3乘3的貢獻 那你就用這個 好 所以你就會發現 你要怎麼得到 你要怎麼 你看你就發現 這個減這個 你就得到 這一次是減這一次 你就得到A2加A3 會等於Rank的A1減掉 Rank的A2 然後這一次減這一次 你就得到A1加A2加A3 會等於Rank的A0減Rank的A1 然後這個減這個 你就得到A1是等於 這個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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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減這個 你就得到 它是Rank的A0加 Rank的A2 減掉兩倍 兩倍出來 Rank的A 然後你再把Rank跟Curnal 在Rank хорошо N-C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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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兩倍的Curnal A1 減掉Curnal C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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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浪達是0 對 有些都是0 我說在這個例子裡面浪達是0 對 浪達是0 然後A就是T這樣子 我們就看這個例子就知道 好 那這個例子 配合這個表就告訴你一般的怎麼證明 好 現在證明 所以這個大家記得喔 我現在要證明 好 你現在證明應該可以動 因為T已經知道是這個樣子 J1浪達的A1 到JR浪達的AR 所以 所以我就讓這個 S是T減浪達 那S呢就會是 J的A1 J1的A1到JR的AR 這裡的JI呢 我就把它叫做JI0 JI0 就是它是1乘1 然後是0 對角線都是0 的JordanBlock 一直在推 好 那你就會發現 第一個 RANK的S0 就是單位矩陣 它就是A1加2倍的A2 加R倍的AR 然後呢 RANK S1 S1就是J1沒有貢獻RANK J2貢獻一個RANK J3貢獻兩個RANK JR貢獻R減一個RANK 所以它就是 A2加2倍的A3 加到R減1的AR 然後呢 RANK A4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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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就沒有了 J1平方沒有了 J2平方也沒有了 J3平方 貢獻一個RANK J4平方 貢獻兩個RANK JR平方 貢獻R減2個RANK 一之類推 所以 它就變成是 A3 J3 加上R減2的AR 所以 你就知道 一般的 RANK 的 SI 它其實 這是一個對角線 它是AI 加 0.0 加到 R減2的AR 所以你就發現 這個減這個 這個減這個 接減這個 所以它是一個 插分的方程 所以你就得到的是 你看你用 什麼呢 用 上面減下面 所以就得到 A 你就用上面減下面 上面減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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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得到 AI加0.0 加到 AR 是RANK的 SI減掉 RANK的 SI加1 好 這是AI加到AR 所以 RANK的 SI-1 好 這是AI加到AR 所以 AI-1 加到AR 就是 RANK的 S的I-1 減掉 RANK的SI 所以在兩個 再減一次 你就得到 AI就是 這個再減一次 你得到 這個再減一次 你得到 RANK的 欸 我寫錯了嗎 蛤 這個 AI 是要改善 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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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AI的話要 AI 3要2 所以 I的話要 I減1 對不對 是這樣嗎 你說這個 然後我要用 上面減下面 所以 所以是 I減1 減AR 這樣子嗎 I減1 蛤 這樣是對的嗎 然後這個再減 這個再加1 因為 I的話要I減1嘛 3要2 2要1 所以 I的話就 I減1 然後 然後 所以 你用上面減下 每次都是用上面減下 上面減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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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到AI加到AR 是RANK的SI減1 減掉RANK的SI 因為是上面減下面 少的減大的 這 RANK的SI減1 你能做一下 AR AR的 AR的 你說這個係數 喔喔喔 加1 對對對 再加1 的AR 好 那這個 這個導數是用剛剛那個表 有 你想一下就知道 那所以呢 你就讓這個減 然後 所以就得到 每一個AI加到AR的公式 那AI加到AR的公式 有了 你就把I換I減1 然後再再減一次 好 再再減一次的話 你就會發現 它是RANK的SI加1 加RANK的S的I減1 減2倍的RANK的SI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好 最後把ARANK換成KANO 就做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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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證嗎? 那第一個minimum是顯然的 因為你要讓minimum就是說 你要讓它是t-i的幾次方要是0 最小的那個i一定就是 一定就是那個r 最大的r 那個john-bark裡面最大的那一個 所以我第一個沒有證 那我主要是要證明第二個 所以第二個呢就是告訴我們說 那個john-bark的那些block 就是1乘1的block的個數 2乘2的block的個數 那些個數呢 都是可以用線性變換來決定的 倒數第二個是 謝謝 對 可以來這裡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john-bark的那個 那些長相 它是不依賴於你那個 那都是唯一的 就是你本來說成一個pp-inverse 你的pp-inverse不管怎麼取 那些數字都是唯一的 因為它跟 只跟什麼呢 只跟線性變換有關 它跟你的那個基底選擇 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這些數字都是 跟線性變換有關而已 所以這些AI呢 也可以當成是一個不變量 所以這個就告訴 這個就是說一個很一般的方法 你那個什麼 那個jordanblock長什麼樣子 用這個就可以算 所以 所以有一個很明確的公式 其實蠻簡單的 所以這個公式證明應該沒問題吧 它有問題我就可以再解釋一遍 因為這個考試會考 蛤 哪一個 所以再看一遍 看各位有沒有問題 問題現在提出來 蛤 不知道 相關的會考 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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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然會被 以為是幾次方的 對不起 這其實叫加的 我在想的時候都沒有這個加的 但是那個寫下來就是 就漏了 嘿 我可以練一下 倒數第二行 倒數第二行這行嗎 倒數第二行這行嗎 把這個公式的 i換 i加1 這一項 這一項可這個可以嗎 不是看不太清楚啦 喔 你說這一項是不是 A的i加1 加... 三個點 再加AR 這一定要三個點 三個點再加AR 會等於RANK的SI 減掉RANK的SI加1 三個點在這 而且還在中間 這其實都是... 那最後一行 最後一行 最後一行 你說... 最後一行 最後一行 最後一行是指這個嗎 這個是... 拿這個去減這個 知道這個 兩個相減 所以這個是2啦 還是沒有 喔喔 你是問... 不好意思 還是要有個2 所以這個應該很簡單 所以這個一定... 這個還有什麼問題 喔沒有2啦 這個沒有2拍子 2是在這裡嗎 可惡 被誤導 因為那個Kernel的是有2啦 RANK的是2在後 是減的 那為什麼我公司喜歡用那個Kernel 因為Kernel比較好算 好像比較好算 高視上去好像沒差這樣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一定要會 所以有問題現在要提出來 因為這個東西現在就會的話 以後你就不會... 因為很簡單以後你不會忘記 那考試一定會考 所以... 一定要會喔 考試一定會考是什麼呢 就是... 給你一個T 這樣你找 久登鳳是什麼樣子 可是可能不用這樣找T啦 那是要你決定久登鳳找什麼樣子 那這時候你就是要找... 你就是要找那些AI的啦 那... 那因為如果我只是考你久登鳳找什麼樣子 後我就可以給你... 10乘10的取證 10乘10啊 好像也太...太多了 不要啦 就5乘5... 7乘7的就好 10乘10 這樣子 然後我寫在紙上 我叫... 我叫...我叫我學生大 我說1乘100證 你先去打0 去打 可能就只要弄...弄這種就好 那... 那你看因為... 因為算那個... Kernel或... 算... Ran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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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舉證出得夠好的話 你可能用看的看出來 夠好 夠好 反正... 反正我會弄一個... 讓你計算上... 不會那麼... 不會那麼煩的 保證啦 就是說... 所以這個不用擔心啦 重點是你要知道這個... 這個公式的... 的那個次方 這個很容易 是因為... 是因為...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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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他... 特色的都像是... 都是X-濃道的幾次方嘛 對不對 所以... B1-Pq.W一定是... X-濃道的幾次方 那... 現在就是那個次方要多少 那... 你從這個... 就像這個樣子 你就會發現... 那個次方一定是... 最大的那個R嘛 因為其他... 因為這個R次方才會是0 其他的... 比... 都比他小 你知道嗎 這個R次方以後是... 就全部都是0嘛 那...如果是R-1次方的話... 這個是0... 這個不會是0... 對不對 這個會留一下 因為你的分角線是... 一直往上走嘛 你R-1次方之後 他會留一個尾巴在哪裡 所以他R次方才是0 對 所以... 所以你... 你只要會一個的糾纏縫 你就會是怎麼... 重點是這個 所以... 所以像習題的第一題 才會輸那個樣子 你只要會一個的糾纏縫 就全部都會 而且你只要會浪漫的原因 所以... 所以... 就是說這個AI呢 是怎麼... 怎麼被決定出來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最後呢 就是... 把... 所以...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 我們不到目前為止 我們處理了這個Jodan Phone 我們什麼樣的情況Jodan Phone呢 就是說 當他的特算多項是... 是... X減縫縫的一個幾次方 這個時候他的Jodan Phone就... 做完了 好... 那現在呢... 那這個話當然就得到就是說 一般的那個... 一般的Jodan Phone呢 就是... 呃... 一般的Jodan Phone 就是... 用... 結合兩個 一個就是... 所以前面的那個推論2 跟這個定理3 這樣子 推論2 好... 所以我現在再把 Jodan Phone的定理再... 再寫一遍 對... 然後我再介紹一個術語 所以這個是課本有的術語 我好像沒有講 就是定義 這術語叫... Generalized Igentspaces Igentspace Generalized 所以呢... 呃... T呢... 還是V到V 然後Nanda在F 然後我們定義... 我們有沒有定義過Igentspace E Nanda E Nanda就是那種V在V裡面 然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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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減Nanda T減Nanda D呢... 是0 這是Igentspace Igentspace 是這個 那我們定義... Generalized Igentspace 所以用E Nanda再加一個Star 我想了很久 這個沒有什麼好的記號 所以你知道這個Star 沒有創意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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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不等於0的 挖掉一些什麼東西 挖掉一些什麼東西 不過... 沒關係... 這個就這樣子好了 抱我真的想不到 有... 找到有人用那個... 挖號的 也太醜了 我用K吧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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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看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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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代表E呢... 再擴充一下的意思 它是V在V裡面 然後呢... T減Nanda的... 某個M次方B是0 它是幾次放以後要是0 那這個每一個V呢... 它的次方可能不見得... 不見得一樣 可是一個M總是可以放最大 例如說M就放那個V的尾度就好 所以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Generized... IconSpace 這個... IconValue 是Nanda 好... 所以定義成這樣 好... 那它就是Colonel的什麼呢 A-I的N次方 T-I的N次方 N可能是V的... V的維度 例如說這樣 一樣的意思 因為你只要M次方是0 M次方以後是0 就...它的那個維度就會是0 這也是實體中的... 第二或第三次的最後一題這樣子 所以它... 反正說For some M 這個M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你M可以取大一點 你就取V的維度 所以它就會是這個... 一樣的 蛤? 這個是N次方 N就是... V的維度 我可以放很大... 最大的 好... 那這個名詞叫... Generized...IconSpace 那... 根據定義 E star... Nanda呢 一定會包含... E Nanda 因為E Nanda是2.1的時候 當然會在裡面 當然會在裡面 嗯 嗯 就是沒有檔檔下去 I can say I can say I can say 如果不是I can say 它就是0嘛 那有0 也是可以定義啊 我定義一下總格 那我說... 但是你後面就要扭起 I can say Oh... I can say I can say I can say 嗯 I can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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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da 聽起來好像很難聽耶 就是... 你... Nanda 是一個G 好像前面放一個名字 比較好看一點 對 就是有點... 好像語感感覺怪怪的 好... Viznanda也可以啦 好... 反正重點是它的內涵是什麼 內涵就是這個 好... 那這樣我們把我們的那個 Jodan Fong的整個定理呢 再重新寫一遍 用這個記號寫 用這個E-Nanda-Star這個記號寫 所以我們再次請問... 我們晚上看 說明我們先來 來 說明 我們要有什麼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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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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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寫對應的那個矩陣活性性變換的分解 分解整對角矩陣的方法 當然你可以這樣寫 那整個敘述就是說 這是完整的敘述 敘述就是說 假設特徵路向式是可以完全分解的 那就是顯然是這樣 那大概都是相異的 不然你沒意思 都是相異的數字在X4裡面 好 那麼 經由我們的這個corollary2 corollary2 上次有編號 二人的話告訴我們說 v1可以寫成是什麼kernel的 可以寫成w 那時候是w1到ws 隨便用一個集號 w1到ws 那wi就是kernel的t-i的ni字法 然後wi的維度就是ni 這個時候是這樣子 現在呢我就用這個 generized eigen space的記號 就是說 corollary2就告訴我們說 v可以寫成這些 generized eigen space的direction 然後 eigenvalue都不一樣 這個是用那個記號這樣子寫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簡單一點 有系統一點 所以我現在 現在只是把上次的corollary2 用這個新的記號 再寫一遍 然後每一個的維度呢 每一個generized eigen space的維度就是ni ni 剛好就是特徵動向式的那個指數 那個每一個根的重塑 這個是上次已經有講解釋過的部分 然後今天解釋的部分呢就是說 每一個generized eigen space 當你的它是一個t invariant subspace 當你t限制在上面的時候 它的特徵動向式是t-i的一個幾次方 所以對這個 對這個 subspace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應用這個 前面的定理3 它可以分解成 t是一個 engarian subspace的direction 那我就按照維度 還有那個有幾個 每一個維度有幾個把它排排站 好 然後每一個aij的量呢 就是這個 注意到這個 我現在寫的這個定理 跟上次寫的那個記號有點不同 因為我把它 記號把它 精靜一下這樣子 我本來怎麼寫d 我本來不是這樣寫的 反正你看起來不太一樣 好 就是說我現在按照的那個分類 就是按照維度這樣子分 之前上次寫的話 是把這些aij全部把它寫開來 那我應該把那個 維度一樣的時候 並在一起 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 然後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整個定的乘數就是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證明呢 就是 corollary2 加定理3 就出來了 所以 形式上還是寫一下 證明就是 corollary2 加定理3 就出來了 還有定理4 就是這個公式 好 那你也可以知道 minimum polynomial是什麼呢 這個 minimum polynomial 我也可以寫在這裡 就是 minimum polynomial就是 x-1 R R1次方 乘到x-2 Nound S Rs 4 那這邊要 AIR AIR 那不等於0 最大的那個不等於0 就在 最大的那個不等於0 所以這個 Sendimum polynomial 就是 你每一個都取最大 最大接數 Jordan Block 你最大接數 好 所以這就是整個定理的敘述 這樣 這樣所有都完全決定 好 所以這樣後來 究章共的定理呢 就正完 那整個理論呢 只剩一個東西 就是 怎麼找那個P啊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通常 好 所以這個 現在先看這個定理 這個定理有沒有問題 這是敘述 各位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民族 庄稿 而且 那麽 那ё 都有 好,所以這個定理如果敘述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剛剛那個定理上的證明是那個樣子 因為這個解釋呢會幫助我們怎麼去找那個p 剛剛定理證明主要想法是什麼 要用數學歸納法 所以呢,你要用數學歸納法 意思就是說我希望我的V呢 一定就是說我要找一個比較小一點的不便子空間 然後這個小一點不會只能說維度一定要比原來的V小 所以唯一的做法就是說 我去考慮TV或者是考慮Kernol 這樣子,這兩個都可以 然後我希望我的V呢是TV或Kernol V再加一個什麼東西這樣 所以一開始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後面要怎麼做 為什麼定理,為什麼後面歸納法 我那些V要是那樣子取,為什麼我又取了那個U 就是我不是有寫第一步跟第二步嗎 就是找,第一步是什麼是找一個U 使得說Kernol是U在DRAID上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第二步是說 我要把那些什麼WI要找VI的 然後我再說這兩個是全部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我其實還是要解釋這個事情 那這些想法呢都是因為一個 都是因為從觀察例子來說吧 就是說數學證明都說 你知道答案在證會比較簡單 那例如說想法是這樣的 就是考慮這個 看一個例子就知道 考慮一個例子就是說 T呢是一個這樣的矩陣 T是從一個矩陣來的 例如說是0 就是我假設那樣是0的 然後T是像這樣 01 0 0 0 2 1 0 2 2 我再多放一個1好了 3 3 然後放兩個 好,看這個好了 這樣子 我要分解 這個已經充分顯示出剛剛的例子 那你看喔 我這整個B呢是多少 是F7 7尾的 好,那我的目的是 我要分 我現在知道答案 知道我的答案是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說 我不知道答案狀況之下 我要怎麼去分解 我的 我的這些 我是F1加F2加F3 加F4加 F5加F6加F7 我現在是講我昨天睡覺前怎麼想的 我就寫一下一個例子 然後呢 我想要分解成這樣 我知道答案是這個 但是我現在是不能知道 我要從不知道答案狀況之下 我要去推出答案 我要從不知道答案狀況之下 我知道就是這樣 所以我知道分解一定是這樣 欸 一定是這樣 那還有一個是這個 對不對 這個就會是我的C1嘛 C1 那這個呢 會是我的C3 這是我的C3 我是這樣 好,然後呢 我又知道我有E 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要找E1 E4還有E7 因為E2、E3是E4的生成 再配T數 因為這個是T平方的E4 你看 你看 關鍵是找E1、E4跟E7 E2是什麼 E2是T平方的E4 E3是T的E4 然後這個是T平方的E7 然後這個是T的E7 這樣子 所以關鍵是要找E1、E4跟E7 好 然後呢 那我就說我要怎麼去 我有個T 然後我下面 我要怎麼去把我的E1、E4、E7 給它生出來 這樣子 然後我一旦找到E1、E4、E7 我就可以定義E2、E3跟E5、E6 那我證明他們是特會上 我證明 所以我怎麼找E4 E4跟E7這樣子 好 那當然一個說是直接找 直接找E4跟E7 就是等於是要找我那個P 我要找我那個P是怎麼找的 好 不過我現在是想要證明桌上空的存在性 所以我就想弱一點 我就說我只要用櫃納子就好 那我櫃納子的話 我就是考慮 考慮是 一開始我們看我們證明是考慮TB 一開始在證明的時候 是考慮這個 證明的時候是考慮 一開始考慮TB 就是Image的T 那證明的時候它是用S的 因為那樣是0 S就是T的 就是考慮ImageT 那ImageT 你就會發現 ImageT一下是什麼 你Image之後 Image之後它會變成是F的 哇 一萬加一二 加 再給我一點時間 因為稍微解釋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 你這是怎麼去證明這個事情 一萬一二 然後你把它T一下之後你就會發現 我現在想用櫃納法 所以我繼續看TV 然後我看 我先把它寫下 我再講 T的 我把它T TV這個是等於 你看T的時候 一萬會活下來 一二會活下來 還有多少 這個是 一四 對 對 這是一五會活下來 還有一六 對不對 T一下之後會變成這樣 活下來是這些 謝謝 謝謝 那這五六沒有問題 一二一三的 然後一萬不見 一萬不見 然後還有誰不見 還有 所以不見的是什麼 一萬 一 一 一四 還有一七 不見 好 那所以呢 我要用蘇聯塊來法 我就是假設TV 已經可以分解成 已經分解成那個 T-Syclic 的 空間 好 那所以分解法就是這一塊 跟這一塊 就是兩塊 那這kernel都被殺掉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兩個 這兩個 X是差這個 好 那其中 一萬是活在kernel裡面 一萬是活在kernel裡面 因為 那個kernel一定會被 一定會殺掉 用kernel T一下就是0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都是 我看一下 一七是不是在kernel 欸等一下 欸 我是不是寫錯 喔對 欸等一下 kernel 一四也不見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一五 喔對 沒有沒有沒有 第一個是說 一四 一萬在kernel裡面 會不見 然後還有一個是 一四一七 好 那我的目的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從 我的目的是 我要怎麼樣 目的是這樣 我要用數據規定法 以及就是說我要 how to recover recover 我要去recover 這個 一四 一七 從哪邊呢 從 image t 得到 因為我要數據規定法 所以我有了知識 數據規定法 只是告訴我 image t 可以分解 好 這個我可以知道 那我要從 我要從這個 knowledge 這個image t 去得到 我 補不到的vector 沒有 不見的vector 就是一萬一四跟一七 那一萬在kernel裡面 可是一四一七 沒有在kernel裡面 所以 所以我只是考慮 kernel不夠 那可是一四一七 是被什麼所刻畫呢 一四一七是被 一四一七是被 一四是一三的preimage 是一平方的 一四 你看一四是一三的preimage 然後就是一四是 一四是解 解什麼方式 是一三去等於t 什麼的一四解出來的 就是說怎麼樣 我要這樣講 一四是怎麼去解 一四是 一四是 一四是solution to這個 tx等於 一三來 然後呢 一七呢 一七也是solution 什麼solution呢 tx16來 是這樣來 對不對 然後一萬是在kernel裡面 好 那一四是這個solution 那一三 那一三 一三就活在image裡面 那一三在image裡面 是怎麼刻畫的 一三在image裡面 它是 你看這個space 它是誰呢 它是 它是 它是被誰生成 它是一三 然後 T一三嘛 對不對 一三還有 T一三 所以呢 所以意思是說 當我把這個tv image的tv 寫成 t-cyclic subspace direct sounds 然後我把機裡寫出來 機裡不是有v 機裡不是可以寫成 wi twi 就是swi 點點到s-1 wi 然後那個wi 就是 E3 我就是拿E3 E3然後我去解 它在我的image之後 我去解一個vector 那就是v 你記得嗎 那證明裡面這個是wi 那這個就是vi 在證明裡面 然後你現在回去看證明的話 在證明裡面我有wi 然後我怎麼去解vi 就是t-vi 還會等於wi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去解出 這樣證明 我證明就是 按照這個例子 然後我就把它寫成一般的人 那我就找這樣的vi 好 所以我這樣的話 這個是解釋說 我如何去找 我的證明過程中 我寫 我用紅色的寫 紅色E 就是我去找那些vi 怎麼找 就是這樣子找出來 就是我去找1417 好 然後再來 我要怎麼去找E1 如果我看kernel kernel的話有幾圍 kernel有 有三圍 那我怎麼知道 三圍到底哪一個 才是我要的E1 對不對 我會這樣看 那 那就發現 E1其實是 E1是怎麼來的 E1其實是 這兩個會有kernel部分 剩下的那個東西 除了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space 貢獻一個kernel E2貢獻kernel E5貢獻一個kernel E1是剩下的 所以呢 我那證明裡面不是有個u嗎 kernel s是寫成 什麼東西再加一個u 那個u就是剩下的 然後這邊的kernel呢 這邊元素的kernel 我們是從這邊貢獻出來的 就是我那些的 什麼s的n-1的wir 那個就會是多少 e2跟e4 這邊就是e2、e4 然後這個是 u就是e1 剩下的 然後最後 就證明他們是基底 他們是 也就是說the rest 他們是 這些全部是構成一個基底 那直接證就好 所以我這個 所以我這個 我最後就是解釋一下 我怎麼去找到那些u 怎麼去找到那些v 然後為什麼 然後再來就 剩下的最簡單 現在就證明他們是基底 那這個就簡單 這樣子 好 所以我現在是 如何去找到那個證明 解釋一下 再想一下 一開始可以了解 你從這個例子 你回去慢慢想 那個一層一層想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其實都每一步都是很合理 所以我才說這個證明其實不是很合理 你知道答案之後再去找 找證明其實就不是很合理 好 那禮拜五到我們就再講 準備找那個p 因為p的話已經 已經有一點那個影子出來 各位 好 好 那我們下次再講 如果有問題 沒問題 我已經可以拿到 我先拿到